今天我想讲的话题 是我想与国内的民运同道 来谈一谈我们全民共振的项目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全民共振项目 它的基本的原理和我们的运作方法 大家都知道在中共暴政底下 现在群体性事件是此起彼伏 每年有20多万、30万起 参与的人数达到2000多万到3000万 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 无时无刻无地 不存在着民众的街头抗争 但是因为所有的这些抗争都是分散的 而中共又发展出一套 网格化的维稳体系 可以对这些分散的抗争 风而自知 分头进行镇压和化起 所以到现在为止 绝大多数的抗争 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 不仅没有达到目的 而且是遭受了残酷的镇压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因此我们这个平台有一个宗旨 就是说要反其道而行之 要把这些分散的力量 要把他们调到同一个频率上来 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 对他们加以聚集 让这些分散的抗争 互相呼应 互相协助 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有了这股合力 我们人民才能够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才能够拿回自己的利益 有了这样的合力 我们才有可能 对这个整体的社会制度 来进行一个变革 基于这个宗旨 我们接受88位 国内民运前辈的委托 在海外 成立一个宣传全民共振理念的 和操作方法的一个平台 向国内所有的抗争群体 传播这个理念 我想向大家声明一下 现在中共启动他们的宣传机器 鼓动了很多的五毛 和一些对我们这个项目 不太了解的人士 他们认为我们是在 从海外鼓动老百姓去送食 在这里我想向大家声明一下 我们这个平台 不做鼓动动员的工作 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不鼓动那些没有抗争意愿 不鼓动那些诉求的人和群体 走上街头 我们的工作是 就是向那些已经决议要进行抗争 已经在进行抗争 或即将要进行抗争的这些群体和个人 向他们提出系统化的建议 建议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和少数的地点 和其他的群体一起来进行抗争 进行同步共振 因为分散的力量就小 合起来的力量就大 分散的力量就是鞭炮 把鞭炮合起来 鞭炮就变成了炸药 这是全民共振行动的一个基本原理 具体的如何实施呢 我们已经向大家提出了一些方案 而且还会陆续的提出更多的方案 行动的细节 最后呢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方案呢 集结成一个操作手册 供大家作为行动的参考 今天呢我是想向国内的民运人士提出啊 参与全民共振的一个方案 现在我向大家解释一下 我所指的民运人士是指的哪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呢主要包括啊三种人 第一种呢就是那些啊 长期坚守自己政治理念 并为之奋斗的那些资深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 第二种呢是具有民主理念 经常进行在网上面进行民主启蒙活动的那些网友 第三种呢是沉浅在民间的 具有民主政治理念 同时呢在组织自己的民主政治团队的这样的一些人 首先我要向这些民运同道自己崇高的敬意 我们这个平台的国内的88位发起人当中 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群体 那我们今天所提出的这些建议这些行动的方案 也是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经过其中的很多人的意见的综合 我们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方案 今天呢我就用非常简要的语言来表达出来 今后呢我们会形成一个比较详细的文字稿 大概在四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公布 在这里呢我就向大家先提出一些 初步的建议和请求 第一个请求就是请求大家 一定不要通过任何电子设备 包括电子邮件包括手机 来传播这个平台的信息 因为大家知道在现在在中国啊 这个电子监控是无所不在 而传播这个平台的信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不要使用任何电子设备来传播信息 那怎么样传播信息呢 主要是通过口头向身边的亲朋好友 向同道战友向他们传播信息 如果一个人能够向身边的人 一百个人五十个人二十个人传播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量呢也会传播的非常的快 第二个呢是希望大家不要跟我们海外平台的这个团队联络 因为中共在信息监控方面呢占有绝对的技术优势 大家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联络渠道啊不被监听 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只是从海外单向的 向国内的平台发送文件 而这些文件呢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得见的 通过这种啊单向的传播 国内不发表意见不跟我们联系 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实施监控 大家接到我们的信息之后 可以根据自己所在地区的具体的情况 参考我们所提出的一些方案 制定自己行动的计划 第三个呢是希望大家专注于本地的 这个团队的建设和工作的准备 而不要啊进行跨地区的联络和跨地区的宣传 因为现在中共的维稳体系里面呢 他们对跨地区的活动是监控是相当的严密 而在本地的通过面对面的接触 所形成的这种团队所进行的这些策划 是相对安全的 第四个请求啊是请求那些凡事 进入了中共监控视野的这些人 包括呢坐过牢的 被拘留过的 被警告过的 被软禁过的 被传讯过的 这些人呢 你们在5月1号的那一天呢 一定不要到达聚集的现场 因为啊 在他们严密的监控之下 你们根本没有可能到达现场 而你们一个人坐在家里面 至少可以牵制他们20个警察的力量 所以坐在家里面 你们就为中国的民主做出了贡献 第五 是那些还没有进入中共的监控体系的 这样的一些民运人士和你们的团队 希望那一天呢 你们三五成群的去到聚集的地点 但是呢 在去之前一定要做出周密的安排 一定要有一套啊 比较详尽的旅行的计划 同时呢 你们那天出行制时候啊 不要穿统一的衣服 不要带任何具有政治意味的标志 不要带横幅和标语 你们就像旅游者一样到达现场 第六是到达现场以后 不要接受任何人的鼓动 不要喊口号 不要拉横幅 不要标语 那你们到那里去干什么呢 在那里停留就好 在那里围观就好 在那里散步就好 到五一的那一天 在聚集的地点 任何人做出任何过激的举动 比如说搞打砸墙 比如说高呼 反共的口号 这些人极有可能是中共的卧底 在钓鱼 大家先从远处围观就好 第八呢 是大家一定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一定要保障自己的安全 当你们感觉到有任何危险的时候 就要迅速的撤离现场 那么执行呢 你们早已经制定好的旅行的计划 这样就可以保存实力 下次再来 五一不行还有七一 七一不行还有十一 我们不断的这样的聚集 不断的消耗他们的警力 最后就一定会有机会取得成功 4月1号的那天 我们会公布一个非常详尽的 关于每一个环节的安全操作的细则 供大家参考 4月29号呢 我们将公布全国各个省聚集的 这个具体的地点和具体的时间 公布太早了不行 公布太早了给中共太多的准备时间 当然也不能太迟 因为太迟呢 传播的范围有限 所以希望大家关注这两个日子 4月1号和4月29号 那么在其他的时间 在五一之前的其他的时间 我们会不断的向各个阶层 各个地区各个群体 向他们推广全民共振的这个概念和原理和操作方法 希望大家在线下踊跃的传播 传播的越广 将来可能聚集的人数就越多 人数越多 我们的力量就越大 力量越大 我们就越容易实现我们的目标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